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北咨询阅开幕 三大主题展区袭金 我们稍后有详细的现场报道 美洲贸易战激烈 蓬勃车报道 台湾的桃园是大赢家 往通股添挂牌新鞋 人包小金鸡红宝上市 全家手机支付下周上线 接着关心台股的表现 台股在大选后连涨两天之后 今天开盘跌了4.59点 指数开在9774.03点 随后在涨价概念股 5G题材等联媒上工 加上有观光 航运 电竞等 有题材族群的撑腰下 盘中指数缓步往9800点迈进 最高涨到了9832点 法人表示 在美国消费旺季 消费创下夹击之下 消费族群和科技股 有望出现产品热销 和回补库存的预期心理 不过在周六前 仍然有G20川习会的 不确定性风险 操作上仍然不建议 贸然强短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台湾半导体业除了面临美中贸易战问题 还有中国大陆积极扩张势力 对台湾挖角 以及台湾的土地和水电等生产要素 短缺的挑战 不过仍看好人工智慧 5G等应用将为产业带来成长新动能 德国杂志周二报导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G20高工会后 最快下周将对欧洲进口汽车加征关税 这消息让欧洲汽车股和欧元双双下跌 近来法国Electric Loading公司 正在研发新充电技术 经过初步实验后 号称四分钟内 可以将市面上电动车续电到全满 中国最大食品和饮料生产商 通师傅控股 27日股价暴跌17.74% 市值一天蒸发大约111.8亿人民币 创下20年来最大跌幅 反映上迹财报令人失望 导致康师傅股票目标价被调降 价格债优利也升高 新常两菜电视整理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到 年底的消费性电子旺季促销大戏 台北资讯月今天登场 包括华硕 宏基 维星等品牌大厂都大局的参展 强攻年底的换机潮 今年资讯月呈现科技跨足各领域的应用 主题聚焦在智慧居家 跨界整合及创新娱乐等三大重点 一年一度资讯月 VR实际体验各式电脑产品 还有手机打出优惠价 不过美国可能启动第三波关税 针对267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 加征10%或25%关税 甚至点名iPhone 还有大陆生产笔电手机 可能加征10%进口关税 引发业界震撼 两边的态势似乎还没有反合下来 同时我们也提醒不是单一品牌 也不是单一产业 也不是单一制造商所面临的 这个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个 贸易板块的撞击的这个事情 因为这最后的2670亿 恐怕有相当高的比例 是美国自己的品牌 瑞银估计iPhone如果被磕10%关税 苹果获利将折损15亿美元 税率如果是25% 影响将扩大到38亿美元 苹果股价27号开低走低 盘中跌幅超过2% 台湾苹果概念股28号则是涨跌互建 产业链的移动是势在必行 只是说这个时程跟规模 就要看美国跟中国之间 在这一次的这个G20里面 去谈的结果是怎么样 和售广达 英业达等苹果供应链 近期纷纷规划将生产线 迁移至中国大陆以外的区域 广达更斥资32.8亿元 在桃源龟山设新厂 除了回台投资 东南亚全球布局都要因应 这些动作配合我们在龟山原来就有 相当有四五千人的一个厂区 我想在第一阶段还可以应付 前面的在2500亿阶段还可以应付 但是后面的2670亿的 我们要重新做思考 目前还没有办法回答 苹果供应链业者坦言 产现搬迁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G20高峰会上美中之间交锋角力 也成为重要观察指标 新台记事胡宗翰审慧同 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带您看到 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内外利空不断 香港房市面临2016年以来最大的遇事 金融时报 原油价格转趋空投 引发美国能源类股外压 华尔街日报 联准会贿赂政策 可能转向短期策略 提高机动性及时反应经济现况 日本经济新闻 麦和瑞锡集团合作开设银行 目标2020年开业 再来看到空气的品质问题 持续引起民众的关注 也带动着中高阶空气清净机的销售规模 台湾的市场大约有双位数的成长 尤其搭载智慧功能 近年来成为全球的趋势 而面对市场的竞争激烈 台湾空气进化系统龙头厂商 端出了一用级的空气清净机 结合室内空气品质监控器 包括挥发物质 霉菌指数 及悬浮威力等12个功能 台湾空气净化系统大厂 自主研发室内空气品质监控器 结合一用级空气清净机 堪称全台首创 淘宝组他有要求 这是9个项目 提供8个项目 我们这个监控器可以 全部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用医院的等级来 用在家庭跟商业 因为我们的过敏源 都是小于二天五 台湾深耕空气清净领域20多年 研发出一用级空气清净机 结构搭载紫外线杀菌 精密滤网和专利配方活性碳滤芯 能拦截PM0.3以上的悬浮威力 机身选用钢板铝合金设计 防止紫外线外露 也能循环利用 是用14号的最高等级 可以过滤到99.97 越精密的滤网越难做 因为空气很小 你没有经过一个特别的设计 比如说要高净压 结构上的设计 这很难达到 而且我们的滤网是用玻璃纤维做的 台湾过敏人口增长 带动空气清净机市场 每年两位数全涨 而全球机会空气清净机市场 五年内也有9.90%的年复合全涨率 面对市场竞争 梁武炫表示 不以量取胜 而是为实用者解决问题 从研发到设计全都是MIT 也能客制化台厂扎稳马步多年 准备进军国际市场 新唐人亚太电视资议好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导 接着带您看到明天 11月29号周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三井台中岛OLED PARK市营运 新光经第一经法说会 日本公布10月份的零售销售 法国公布第三季GDP成长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张东旭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